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开始喝水 开始喝水 然后冲奶粉 就补充水跟蛋白质 现在老说又有什么挤阳的了 我根本就没打过疫苗 没打疫苗是出于对我自己的了解和信任 所以我知道我没打疫苗 我就不朝那些强大人群才聚集的地方去 我耳朵还是有点不舒服 因为我刚从昆明回来 我去昆明干嘛呢 去出庭 我认识一帮特大的官 特大的官的一亲戚 摊上官司了 说唐老鸭你敢不敢孤身入虎穴 我说我哪不敢啊 说你去帮我们看看去 我就去了 去了 我是平常身居捡出不怎么出房子 我先穿上我裤子 说你怎么老穿一条裤子 我不是 我穿的是制式的军裤 我有好多条 外人看不出来以为是一条的 新旧城都不一样 我腿有残疾 就是我右腿摔断过 所以右腿细 左腿粗 所以我的裤子老是左腿先磨破了 我骑自行车 所以都是挺好的一裤子 就左腿大腿根那磨断了 其他地都是好的 我现在这腿啊 左脚穿裤子 右脚穿裤子 我都得扶着桌子 不然的话我就会摔倒 我的狗呢 是特别好的一条狗 它平常在街上 我可以不拴它 我也很少拴它 因为它有法治观念 它在脑子里有法 虽然我没用绳子拴它 但是它自己 它自己用法治观念 用宪法把自己给拴住了 所以它是一条好狗 昨天晚上遛它就遛到那个烧饼里那地儿 烧饼里叫什么 现在都叫烤肉里了 原来就是做烧饼的烧饼里 烧饼里他们家那边有碰见别的遛狗的 别的遛狗一看我的狗 真正遛狗的 都说这是好狗 为什么呢 一个人养狗 说这狗它敢不拴 敢不拴 一定是一只规矩的狗 你看那整天拿铁链子锁着的 拿绳子锁着的 越是那些锁着的狗 你以为它规矩吗 越是那样的狗 越是穷凶饥饿的狗 越是精神分裂的狗 越是抑郁症道 已经不是抑郁症了 精神分裂得吃东边陵的狗 说你怎么知道这是 你想想 它都得靠铁链子把它锁起来了 就跟你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交通好不好 是吧 你看那些自由的城市 没有隔离墩 没有铁栅栏 那些人 那些车都是流畅的走 这就是交通的本质 反之有一些城市 红绿灯不管用 警察不管用 摄像头不管用 满街都是铁栅栏 隔离墩 恨不得让那汽车都跟火车似的走铁轨 像那些人都像狗似的 脖腾着拴着一锁链子牵着 那些人都不守规矩 不看红绿灯不走 人行道 昨年后海 人行道来好多骑那种 骑那种呢就是 就是啊 呃 公用自行车的啊 那明明是人行道 人家那都阻挡住了 七八个小女孩一看 就是那种小保姆临时公子 家里没家教 学校没善过学 到社会上也没人管 我就挡着说 你看不见这是人行道吗 啊 你不知道你胯下骑的是车吗 你以为胯下骑的是你爷们到处瞎瞎瞎瞎 我说话不好听啊 就是我这也属于是 因为我海文战争后遗症 我就精神分裂了 嗯 昨天呢 还有人 嗯 就是老瞎找我啊 找到什么 比如找到别人家院里去了啊 就是闯都说找唐老师的 没礼貌啊 让我边上的邻居都来找说老唐都现在都是什么人呢 我说下次这二人进来你就臭揍他一顿 嗯 你是我粉丝 你就应该尊重我的哲学 尊重我哲学 你至少就是说你知道我是反对邂逅的 啊 我作为一个记者 原新华社记者 我采访过无数的人 是吧 都是世界名人 阿拉法特 拉宾 沙龙 萨达姆 啊 嗯 什么 那是 都市预约 哎 什么叫邂逅啊 啊 你这么到处乱闯 就是找打呢 我在我的门口贴了一张纸 啊 院有猛权 严禁入内 是 说你这狗不是特和善吗 是特和善 那是在街上啊 在公共场所我的狗特和善 文明礼貌 但是你闯着我家里边 我狗就会咬你的 啊 我的狗有守护功能 叫守备权 嗯 尤其是晚上 你到别人院里边就找狗咬 找狗咬 嗯 所以这人呢就得文明 文明我又说有几个 第一 家教 教育 但第一步是家教 有那些多数人 有人重 没人养 啊 到时候满街上来危害社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学校教育 你得删过学 第三点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 一般就是人民警察叫你了 教育你了 辅警教育你了 现在还有城管教育你了 农村有农馆教育你了 啊 但是最好 在接受他们教育之前 先把自己的家教 跟学校教育 弄好 嗯 说到学校教育 昨天我又接到几个预约 几个预约 第一个就是无锡华老板 华老板是什么呢 华老板是世界上最大的做那种包装材料的商人 嗯 他是无锡的 叫华什么 我就知道他叫华总 是我们无锡人 昨天是中央党校的那个小妹妹 叫高 高什么 我现在这破脑子 狗急套墙 高艳丽 高艳丽说 唐老师 无锡华总 华若忠 明天可能要来北京 多年未见 如您在京 一起聚聚哦 高艳丽 完了我跟他说 哎呀 我刚从昆明回来 还是有缘 跟华总 嗯 华总每年 春天那时候给我送桃 是春天还是夏天 就无锡的那个 无锡那叫羊什么什么什么桃 是最好的桃 我吃过的 是的 他还给我送茶叶 茶叶也是无锡最好的茶叶 叫碧罗春 嗯 我认为碧罗春是仅次于西红龙井的 我喝过的最好的西红龙井 是原来那个人逮起来了双规了 特大的那个副主席 他儿子 是在浙江省军区当政委的时候给我的 那种茶 仅仅是一个牛皮之口袋 哎 牛皮之口袋 没有任何包装 没有任何字 我想什么西红龙 有装瓷皮的 有装坛子的 有装什么的 他都不是 他就是简单的一个牛皮之包子 是浙江省军区造的西红龙井 那才是真正的好龙井 呃 除了这之外 还有就是 政法大学 说江校长过生日 能来吗 哎 我太得去了 因为江校长原来是 呃 就是江平啊 嗯 那年八十年代末 有俩校校长下岗 一个就是北大的我的校长 叫丁师孙 丁师孙 丁师孙就是没把北 毛新宇半进北大的那个校长 啊 前两天我去采访田林 在田林他们家接了一电话 那就是丁师孙的秘书 丁校长死了之后 丁师孙的秘书找我要招片 啊 我就告诉他到哪去找 那天我正在田林他们家 田林是谁呢 田林是毛主席的干女儿 陪毛主席 陪刘少奇跳舞的空正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是和孟景云呢 什么那些人都一起 都是都是老革命 十二岁 十三岁 十四岁 就参加革命了 就跳舞 都是空正文工团的 嗯 然后这我怎么又说到丁师孙的事 还一个校长 就是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宣长 校长 嗯 右派 他原来是燕京大学 新闻系的 后来党一看 他哎 这孩子不错 是革命的 就把他送到苏联喀山大学 去留学 学的罗马法 以后胡游泪创建的北京政法学院 八十年代末创建中国政法大学 那时候我从北大毕业 被分到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 我们八个人 嗯 啊 有一跳楼了啊 朴京一跳楼了 还有一个卧鬼了 卧鬼了的更出名 就是扎海生 扎海生 呃 在诗坛 写诗的那人人群里边 叫孩子 叫诗人孩子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劈柴喂马 就是那个孩子 嗯 其实孩子是很悲惨的 我认为他是 呃 也是 穷则思辩死的 并不像你们想的那么浪漫 因为自杀是一件很坏的事 嗯 我经常就在自杀的边缘 啊 那个政法大学最后 给孩子 现在网上都有那孩子那张照片 长头发伸着俩胳膊 拍那张照片的叫孙立波 孙立波是华东政法学院79级的 我们都一起分到北京政法学院 后来提升成中国政法大学 孙立波说中国政法大学出了两个人 是青年偶像 一个直直直面死亡 直面死亡没再回来 就是扎海生 还有一个也是半疯直面死亡 去了海湾战场 认识萨达姆认识卡扎飞 还认识好多暴徒 也没死 但他没去寻死 没死又回来了 就是唐老鸭我 他给扎海生 就是孩子画了一张像 给我画了一张像 我老觉得给我画的那不好 我就没挂起来 我说你再给我画一张 让孙立波 这是孙立波说的 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中国政法大学出了两个青年教师 一个直接去死就死了 一个直接去死 没死又撞回来了 都疯了 那个就是我 所以江校长这个星期要有过生日 这我得去 还有就是李承儒 李承儒润到加拿大去了 突然又回来了 要在五月十四 五月十五 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当然我这人脸皮薄 他通知我去 我这又不是新华 是给我派活 我一般出去都是头等舱 他也没说谁给出机票 你让我自己出机票 李承儒 李德哥每天都看我的这个 一经到底 你看到这段 如果你是公司行为 你就让你手下帮我买张 买张票 尽量贵的 惨点的我也能坚持 但是我最近身体不好 李承儒 认识李承儒的 把我这话带给他 他五月十四十五 要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他要在上海 开辟他的事业了 还有就是九月五月十一号 我兼职啊 在那个金三角摄影协会兼职主席 还有俩主席 一个是叫谢海龙 就拍希望工程大眼睛的 还有主席叫王文兰 王文兰就是倪平的丈夫 CCTV特有名的美女 主持人倪平的丈夫 王文兰 我们仨是那个协会的名誉主席 也说让我去 让我去你就给我买票呗 但是快去快回 因为我很忙 再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事太多 事太多就忙不过来 现在忙不过来呢 我最讨厌邂逅满街 因为有时候我在思考问题 有时候我直奔着一个采访现场 你过来让我签名什么 就耽误我事 而且何况有的人 一辈子都不来往 是吧 比如我中学有个同学 在西城分居当警察 见过他 就是亚运会的时候 我去采访毛 毛新 不是毛新 王孝之 就是江青的女儿李那 念那 现在好多人都念李那 木那 伟大领袖有两个女个儿 一个叫李敏 敏捷的敏 一叫李那 木那的那 敏于行 而那于言 就是说行动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说话得 慢着来 就能看出伟大领袖的哲学来 那时候我上汤姆森培训中心 就是英国路透社办的一个新闻班 是新华社那时候 跟英国蜜月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 在新华社院内办的 我上那班 我的老师叫Bob Hitchcock Bob Hitchcock就说唐是一个好记者 哪好呢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想得快 说得快 腿快 但是现在未必是好事 是吧 就是由于我当记者 腿快 脑子快 嘴快 但嘴快 说多了话 就言多语诗 言多语诗就不好 我就说 接着说我那个同学 我采访王孝之的时候 他是北京市 西城分局的警察 还是警察学院的警察 我不记得了 因为当时守候运动员村的人 是刘尚玉 刘尚玉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 后来是北京警察学院院长 我就被警察抓起来 刘尚玉一看 说这唐老鸭 唐老鸭要不干这些事 就没人干了 然后这时候他过来说 刘院长 我是唐老鸭中学同学 我们见过一面 以后就没再见过 一辈子咱俩都不来往 这一定是共同点很少 但是最近他 因为他跟我同年龄 他好像从公安局退休了 来找我 找我门口留了一封信 说再联系什么什么什么 留了一个他的电话号码 现在人呢 来往就靠电话 如果说你连我电话号码都不知道 你不在电话里找我预约 那咱俩就要见面 坐那一会儿的可能性很小 昨天 那个 到乡村的转给我一封信 唐诗增 你看这个直呼我大名 我就说这人他妈怎么不会写信 到我这次都叫唐爷爷 唐叔叔 唐老 唐老师 怎么也得唐兄 是吧 我管季仙林 季仙林比我大五十岁 我都叫季老 季老兄 我比季老小五十岁 季仙林都管我叫唐老鸭 老鸭弟 是吧 这是中国文人的起码的尊重 我一看这信 我开始就不高兴 说唐诗增 我是史东梅 史东梅我有印象 就是我中学的同学 我中学的同学很漂亮 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你想象吧 那个 红楼梦留于史湘芸 长得跟宫女似的 大宫女 大宫女 史东梅就长得那么漂亮 他是在 现在叫公王府了 我小时候叫中国音乐学院 他爸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好像是党的领导 他有一个哥 他哥跟我不错 1979年 我考上北大的时候 我不认为我能考上大学 我们中学 我们班全是共兴团员 就我入不了团 为什么 我出身不好 我们家在这一边都知道 我爷爷 说我爷爷是大地主 算 大反动资本家也算 反动统治阶级也算 因为我爷爷是清朝的当官 那时候我爷爷在这有 几百间房 一说到时候 我就想起了 这个星期六在万宁桥十点半的时候 石下海这边的一个退休的城管 老张 城管老张是一个文人 你不要算他一说城管 大家都是觉得是毛工俗男 不是 老张就是一作家 他写了好多书 有西长安街的 有石下海的 有什么都是重要的 石下海就写到我们家 写到我爷爷的图书馆 在20年代 我爷爷在石下海边上办了个图书馆 这图书馆有几百上百间房啊 几百间我不知道了 以后49年没收一次 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一次 1966年文化大革命 扫地出门一次 所以我是1966年五月 66年 我五岁的时候就被扫地出门了 五岁的时候 等我22岁北大毕业的时候 就到了1983年 叫落实政策 因为我 我有两个伯父是美国人 我爷爷有五个儿子 有俩是美国人 美国那会儿是我们改革开放 最重要 我们最看重美国 所以我爷爷 去那时候排队 去西城区防管局 去都没用 后来有高人指点 我爷爷把这信 寄给美国儿子 美国儿子再寄给中国 乔伴还是叫乔伟 就廖城志 寄给廖城志 廖城志大笔一批 就给还回来了 我们家是老实 好多人不好搬走 就也没说 实际上要强调 我们家全要 其实应该按政策 我们没政 我们没法律 我们都是政策 按政策 应该是全部还给我们家 刚才就说到这个 说我是史东梅 是受史镇梁之托 想替他的同学蒋锐 办事 蒋锐是谁呢 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史镇梁的就是1979年 我记得夏天 他穿着一裤衩 光着一绑子 头顶着一毛巾 这穷的胡同里的孩子 那时候文革刚完不久 恢复高考 水深火热 他头顶着一湿毛巾 我们那时候都市 没有空调 然后都是上课的时候 就一毛巾 那毛巾都是臭汗味 一下课到有水龙头那 把那毛巾弄湿了 上课45分钟 还是五分钟 等再下课的时候 那条毛巾 里边的水都蒸发完了 都又变每个身上的臭汗 又把那毛巾弄干了 又湿了 弄干了又湿了 一身的臭馊味 我跟史真良都是比较干净的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人生第一件事 刚才我说了 早上把身上的臭屎排泄出去 然后洗澡 漱口刷牙 让你是一个干净的人 这个史真良的妹妹 是我们班最美的美女 不仅人美 中国音乐学院里边长大的 现在要说呢 就是公王府里长大的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 那房子拆了 重新又建出一公王府来 建的这假公王府 就是我北大同学蔡武 当文化部部长的时候建的 现在这地成为游乐场 我现在又弄不懂 那么多外地人 有故宫他不看 有北海则不看 非得花比故宫 北海更贵的钱 来看这个假的文物 公王府 真是奇怪了 公王府前一段叫和珅府 因为电视剧里有和珅 现在发现说 这和珅不好骗了 全编出来的 大贪官太多 现实中有的是 和珅已经没人看了 最近又管这叫公王府了 而且再编成公王府的时候 就已经不说是 瞎编出来的了 而是说这是文物 其实是什么文物 我刚才说 给我留这封信的 史东美史真良 他们就在应该是在这 公王府里边长大的 是吧 现在所传说的公王府 是公安部宿舍 国务院 幼儿园 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194年以后 这些新建的部门 就早把那一片地 都给分了 原来是帝国主义的 就是府人大学 府人大学就梵蒂冈了 后来把府人大学给改革了 变成了北京师范大学 说到这儿呢 又是 最后你看我这个中学的同学说 我只能冒昧的到你家附近 试试能找 是否能找到 可惜很难 是啊 我身躯减出 生命无多 又有海湾战争 综合症 腿也缺 血也不好 我再生战性脾血 没那么多精力 早晨这儿一口气顶着我 这儿一直就喷到现在 马上这口气一完了 气绝 马上就得躺那儿 接着就赶紧得吃药 你看我这些药 我这药都是美地的河 每一天吃这么一格 不光这个 还得吃营养品呢 营养品上哪去了 就这个 也不对 说你这一只营养品 营养品才重要呢 是吧 如果你营养够了 你就不会生病 不能说就像我这穷人 都生病了 再吃药 再吃打针 吃药 做手术 那离死不远了 人应该吃够足够的营养品 但我吃不够 你看那个 比如是 花生 我这萝卜 我这萝卜都糠了 是吧 你看 都糠了 是由于我的生活中 没办法吃到那些新鲜的 那些特供 所以没办法 我得再吃这些营养品 来补充 来补充 我说到这会儿已经是 有点是精疲力尽了 精疲力尽了 我这同学来找我说什么呢 是 史真良的同学 也是我们十三中的同学 蒋瑞 蒋瑞是谁呢 就是我发过的视频 蒋大夫的女儿 从美国回来了 想见我 想见我 蒋大夫是哪个 蒋大夫呢 就是蒋延永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蒋延永的女儿 蒋瑞啊 就是我中学同学 但是她跟史真良一样 都是比我大的 我们那时候文革闹革命 后来到1968年 要复刻闹革命 我就上学了 现在上学都是夏天上学 我是冬天上学 嗯 所以我是五年级毕业的 那一般正常的 都是六年级毕业 所以我在我们班里边 一直是小弟弟 所以蒋延永大夫的女儿 蒋瑞 拿我当弟弟看待 这个史真良啊 现在在 他是交大毕业的 学通讯的 然后是 也拿我当小弟弟对待 这个史真良的妹妹 就是史东梅 我说长得美丽的 就跟美丽的宫女似的 叫史东梅 她跟我一样大 我们是五年毕业的 所以文革伟 文国叫伟妻 还叫伟生啊 就乱了轮了 六年级的 五年级在一个班里边 嗯 我呢 是从大墙份 小墙份那学校 然后上的十三中 确切说 就是叶剑英 他们门口那个学校 啊 昨天晚上我六个还路过 就叶剑英 他们门口 那个胡同里 那小破学 那小学 我小学毕业 以后初中上了戴帽初中 什么叫戴帽 就是五年级 凑合道理 就号称上初中了 反正上往上初中 上山下乡种地去 我们学校重点种地 是在延庆 延庆喇嘛沟门 在喇嘛沟门种地 反正是啊 我呢 那时候就学了好多知识 什么安颠线 能灯泡 反正到农村 我也是干细活的 后来我们在农村 就是十三中有农村分校 农村分校在顺义 顺义 城关公社 马泼乡 东风乐 西风乐 啊 明宴 住朝白河边上的顺义人 都知道 东风乐 多泼头 养活孩子 一窝猴 那边都是穷逼 现在卖沙子 这沙子这东西哈 哎 如果卖到城里边就是建筑 好几百块钱一车呢 如果这沙子要弄叫建国贸 嘿呦 那就成宾馆了 嗯 但是沙子我就老说呀 沙子就是什么呢 沙子就是硅 就是硅 过去我们的文明都是工业文明 农业文明 都叫碳文明 就得排 排碳 温室效应 但硅文明不是 硅文明就是芯片呢 就是半导体啊 史人梁就是学这半导体的 但是这种人才 全都去美地了 是吧 人类活着有两个东西 多多用药 一个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生命就是人才 不是说邂逅砸我们家 老店你跟我瞎扯蛋 喝酒的那些人 人才是身居俭出 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 第二个就是资本 资本就是钱呢 啊 那钱就是一纸 瞎浪费了 瞎缩了 吃了喝了 就是浪费了 但那钱如果你去投资 哎 那就是财产 我们老说一个人 有生命权 有一财产权 这个史震良 和他美丽的妹妹 史东梅 还有就是蒋颜勇 啊 301蒋颜勇 大夫的女儿 蒋瑞 这些都是人才 人才又带着资本 啊 他们都就跟啊 他们都是人才润出去的啊 我啊 其实人才润出去 损失更大 还有就是钱润出去的 李承如啊 约我五月 呃 约我五月十四十五去上海 出席的新闻发布 对 李承如认识李承如的 看见我这视频通知他 真心请我去 给我买票 特别欢迎我去 买头等舱 哎 如果说经济困难 随便买一个二等舱 三等舱也行 但是我退休了 你不能让我自己掏钱 血传你 我再给你买火车票 就是吧 啊 哎 然后就说到这个蒋瑞 蒋瑞呢 他是 呃 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 我一看这电话 哎 蒋大夫 蒋大夫不是死了吗 怎么蒋大夫 他们家电话又的 又显示 你看我这手机 马上就显出 蒋大夫家 蒋大夫家的坐机来电话了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你看 蒋延远大夫家的坐机 这是昨天下午 新浪微博官方中心 就是新浪微博的那个网管呢 给我来电话 说老老爷 你给提提意见 我说最近你们网管比较好 一直没 一直没扇过了 去年 老给我禁言 一禁言我90天 90天 今年 我也注意学习了 啊 我不在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啊 我不那么想那么快 嘴不那么快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和谐的 嗯 然后我昨天我看到这纸啊 美丽的史东梅 说 再次问好 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 说如果你可以见蒋大夫 从美帝来的女儿 蒋延 咱们的共同同学 你就把你的手机告我一下 是吧 现在都是借旧的证 啊 那些敌对势力 老说这是间谍 那是间谍啊 然后那个部分敏感的人也说 他是间谍 他是间谍 我有好多北大同学都给逮起来了 都是间谍啊 但是我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呵呵这是我中学同学呢 啊 中学同学 你想想那就是上个世纪六几年七几年了 是吧 我现在都62岁退休都两年了啊 就是50年前的同学 是吧 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该不该见呢 当然该见 所以我哪天啊 我能腾出时间来 我要约蒋延永大夫的女儿 蒋瑞 我中学13中的同学 在我附近找一个我花得起的 的钱的地 请他搓一顿 让他支手伟大祖国的强大 是吧 显示一下我 我得赶紧的吃药 我得出门了 我要去弄牙去 啊 一个健康的牙 像那个蒋大夫 蒋延永他女儿 就有美丽的牙 在世界普世价值里边 看一个人文明不文明 就看他牙 是吧 洁白整齐 啊 齿如鞭背 嗯 啊 对了 这个蒋大夫 这个女儿来 哎 是怎么来的呢 是另外一个人 叫谢荣蓉 谢荣蓉是我中学的同学 啊 我们一起考上北大 他考上的地球物理系 那应该是张欣他爸 那个系啊 地球物理系 我认识张欣他爸 张欣他妈 我还认识那个 吴峰雷 就是地球物理系的总支书记 我还认识地球物理系 1988年被流氓打死的 那个学生柴庆锋 但是我不认识谢荣蓉 谢荣蓉从我中学毕业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北大那么大 我在北大里从来没见过他 谢荣蓉是13中排名第一的美女 排名第一的美女 又是美女 又上了北大 哎 以后就去 也是人才润 那不叫人才润 叫人往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我就是北大坏学生 我就流到低处去了 他以后他好像就从来没回来过 哎 他也看我这一惊到底 他看我这一惊到底啊 就说哎 唐老牙一惊到底 他跟你爸是哥们 跟你爸三童 其实他说错了 不仅三童 还有两童呢 啊 两童就是 我跟蒋大夫的女儿 蒋瑞 是中学同学 还有什么童 我得哪天跟谢荣蓉联系上 联系上问问谢荣蓉 那五童 那第五童是什么 我得赶紧的穿鞋 我得去医院探牙去了 我从小这牙不好啊 长得太快 thinking fast moving fast 太快了 长得快了 成长的时候 就是狗牙了 犬牙交错 就指的我这个狗嘴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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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